跟他們的心態是一致的 這裡都有一個文化的交融的因素在裡頭 我自己也在想 像今天這樣的一個現象 能夠在海鮮起得很好的一個表現跟成績 也許是應當適當的加油擴大 到政治方面 我倒不是說要把它推廣到政治方面 單單在文化 在商業經濟方面 在我們其他方面的這種合作 都應當繼續的去推廣 至少我們已經發現到馬來民主 事實上只要你關懷他 你尊重他 你尊重他一致 他尊重你一致 這是一個這個民主的特點 我從來沒有看清過馬來人 我從小的時候就跟他們做朋友 當我大了之後 我就跟那些馬來人 奧斯馬阿旺那些 就是我學他們的語言 跟奧斯馬阿旺這些 奧斯馬阿旺還是後期 跟早期有什麼巴紗 跟早期有什麼巴紗 跟早期有什麼奧斯馬阿旺 我們都很好 他好像叫奧斯馬阿旺 他表現他的生活行為 他比華人更加華人 他是真正的馬來人 奧斯馬阿旺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因為我們的公司沒有任何的歧視 所以使得他們覺得非常的舒服 其實馬來西亞是有條件的 可以把各民族的關係搞好 往往是輸一些人太多去強調那種利益 或者是政治或者其他因素 但我有小朋友他們是搞政治的 他們也是為人非常政治 所以我覺得馬來西亞以後要事先一個民族 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要更多的人來一起 善待於我們周圍的那些兄弟姐妹 把一項事業搞好 搞好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得意 我們也得意 對 這個是一個相互 不可以助力吧 曾經在一次的這個聚會上 跟這個政府方面的一個和商會開會的時候 我提起 自銷應該是要培養馬來民族企業家 最好的最有效的一個方式 現在是已經被證明了 對 我們上回有邀請那個叫做 部長 馬來部長來 當時他聽我講過這句話 那麼他來做我們的貴賓做演講的時候 他忽然間殺出這一句話來 所以我還記得這位陳先生 當年曾經跟我們講起這句話 現在我是親眼的看到的 也的確是這個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後來也拿到一個什麼 一個國家的一個什麼 首相辦法 首相辦法 叫什麼講 他是叫做承認我們在發展那個 非華人的公司 來發展馬來民族企業家 的一個榮譽獎 所以這一點對我來說 這比任何的那個什麼獎金 獎狀還要來得好 那麼當然從我們公司的角度 休息一會 你已經快樂了 你一會兒 你快樂 你還得了嗎 你快樂 感谢观看